LEO 聊世紀 天天龍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哥德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超金草地圖 OK 超金草地圖又回到了天梯裡的樣子 目前看到超金草裡面有非常多的黃金在中間 總共大概有四萬多塊的黃金 中間這個高地可以獲得高達地的優勢效果 所以像保加利亞或者是城堡很便宜的凡克 這種劍塔或是城堡折扣優惠的文明 往往可以在前期查出一些優勢來 當然還是要看遊戲的節奏 才可以獲取這個插城堡的權利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選擇的文明 YO 在超金草應該是隨機選到了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城鎮中心是便宜50% 保加利亞人的銀壘算是比較小型的城堡 造價也跟城堡大概是一半價格差不多 但是保加利亞人呢 他的挖石頭並沒有加速 不像朝鮮有挖石頭加速 還有自動免費升劍塔的效果 所以保加利亞人的經濟是零加成的關係 還是需要一些村民去做一些經濟調配 他能快速產出銀壘去控地圖的效果 如果你太早挖石頭的話 也會拖到自己的經濟跟對方的經濟拉開很大的差距來 所以保加利亞人在這張地圖來說 會比較算有挑戰性 而且要怎麼懂也是個問題 保加利亞人他的騎兵有馬凳科技的關係 所以攻擊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他的大沖車跟頭石車工程器單位的升級 肉量都是減半的 所以他可以更快按出大沖車進行壓制體驗 那後期的保加利亞主要是打馬功還有騎兵為主 後面的民兵雙手劍兵協議步兵也算是堪用的 打哥德爾的話可能效果不錯 但是哥德爾有火槍 所以協議步兵打哥德爾 可能並不是非常首選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Hera這邊是選擇的哥德 那哥德爾的話擁有這個六五折的折扣 步兵折扣 那吃這些斑馬、野味、大象 還有這個野豬 都是可以再吃了再更久一點 那哥德爾的帝王時代還會多加死人口 到了後期210人口 可以多這死人口壓制敵人 後期有火槍、火炮 那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哥德爾也會轉出馬功來使用 但是哥德爾的馬功呢 是沒有拇指環跟安血人戰術的 所以主要的後排遠程呢 還是會選擇這個火槍或是戰毛兵 還有火炮作為主要輸出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封劍會怎麼打的 好這邊保加利亞人 這邊已經開始在下軍營了 那保加利亞人的民兵呢 是可以自動升級的 所以保加利亞人3棒棒開局 也算是可以考入的一個打法 可以省一個中甲步兵升級 對於前期的節奏來說是相當好的 那這邊YO4先下軍營才下模仿的 這個算是一個很好的細節 好這邊封劍剪下去 然後這邊要來按棒棒囉 這裡肯定按棒棒吧 這麼早下軍營不安棒棒嗎 呃 YO居然不下棒棒 是因為被偵查到的關係嗎 HERA這邊有偵查看到軍營 可能會覺得說 哎呀被巨方看到了 那我就偏偏不安棒棒 被你偵查到那我就算了 HERA這邊是沒有下軍營的 所以兩邊都不是棒棒開局了 那這邊模仿大衛還要再下 現在還不趕快補 是因為這邊要先補一些木頭 補這個射箭場握馬就 OK 然後這邊是打弱馬開局 而不是棒棒開了 那哥德這邊封劍時代還有一些時間 但這邊的P數感覺有點像直層喔 這邊經濟量直層非常相似喔 三個人挖金礦 然後這邊的肉量也快要可以點城堡時代了 哇這邊好像真的是要打直層欸 但是肉馬已經出來了喔 封劍打直層 就會變成這個情況 那這邊要趕快圍死 不要讓對方騷擾到 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這邊要補一個城牆啦 哇直接溜進去 看到兵工場跟市集 這邊再補一個木牆 哎唷趕快補 封名支援點沒有圍 那沒有關係已經有均勻了 槍兵趕快按 哥德用少量資源跟建築學 稍微圍住了家裡 那待會槍兵出來也有可能 很難騷擾到哥德家了 哎唷哥德這邊直層算是成功了喔 23加2 算是一個比較早期伸鋒劍 然後趕快速跳帝王的方法 速跳城堡喔不是帝王 好 OK 那哥德這邊毫無懸念的 升級上去了 但這邊是23加3 2加2 多按了1吋 多按了4吋嗎 對是多按4吋 好肉稍稍有點不夠 就補了1吋 好那YO這邊要趕快撒農田了 這裡不能出太多的兵給壓制喔 除非要插劍塔 好看來是要插劍塔沒錯 好那YO發現自己肉馬按了太多 肉馬按太多的話 就要給對方更大的壓力喔 不能讓對方過得太舒服 第一根劍塔直接插在農田旁邊 但哥在這裡已經補下城堡實在升級了 好這裡可能會打一個連環塔 這裡再補一根 在均勻的門口直接堵門 其實這個還是出得來 只是看起來建築屋的門口被堵住了 好這邊肉馬互打 唉唷被換掉了一隻 這邊肉馬再溜了進去 槍兵開始按 這裡也要給收掉一村囉 哥的一開始喔 這個織布技術可以馬上研發好 所以村民術本來就會比對手還要多一點點 可以賺到這個一村的經濟優勢 好這裡再看一下喔 好這邊反打回去 好稍微圍一下 神門沒有辦法補好 好這裡再圍來不及 Hera這邊手速慢了一點 差點就可以把這裡變成競技場 讓槍兵跟肉馬互打的狀況 好下方的村民在開始拆除房子 那哥的這邊就繼續出槍兵喔 跟工程器應該就能擋住了 那承認中心待會要找個機會補下 這邊是選擇先點一下二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先穩住基本的經濟設施 好這邊準備要打過來了 好這邊果汁剛好吃完 可以測了 你要去伐木 好冇載莉亞這邊就去塔工 連環塔一路伸差 那寶載莉亞的兵工場的科技 食物的消耗量都是半價 所以這邊可以很快速的去點下一級攻 75肉就可以擁有一個一級攻傷害 很不錯 那一級防也是喔 兩個加起來只有150肉 不用300肉的 在封建世代來說是相當省的一個能力子 那保佳麗亞因為沒有經濟加成的關係 所以要多多利用這個半價的效果 去逼對方跟他一起點一擊防一擊攻 我這一趴投了下來 直接打了一些血量 搞一撤子喔 我撤出來了 那這邊重裝長槍兵要升嗎 還是不升呢 那這個情況對方沒有到城堡時代只是肉馬 我覺得是可升可不升喔 那有升的話當然會比較好打 但如果升下去的話會有點拖到城鎮中心 跟這個肉量的產出 不太好去擴張自己的經濟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HERA這邊不升級重裝長槍兵的原因 有他的道理在 好這裡上去開戳 好搶兵四隻 哇嗚這邊直接戳掉非常多肉馬 這邊直接變成競技場圍起來 出不去了 哎呀這邊肉拿只能原地色色發抖 但是要掙扎到最後一刻 直接選手們至少爭達到最後一刻 等這個TC蓋好就可以出現了 好這邊決定不空了放棄了 好這邊肉馬過來 拆 趕快拉個一村過來修 哇來不及這個手術沒有辦法 好這邊投資車被解掉了一台 好加利亞這邊沒有再繼續按出肉馬 應該是要來點城堡時代 先把家裡圍死 好這裡修一修 繼續抽點時間 好再來開砍 槍兵過來防守 好要被射死了喔槍兵 槍兵都在修操作 哇又被射掉了一隻 好肉馬過來防守一下 欸差一點戳到 哇歪歪這邊手術很極限 再抬頭車過來 好砍掉擋路的肉馬 歪歪我手術都好猛 哇 投資車這個預判 中了 每次看這些高手在打 那個細節真是拉好拉滿 我剛剛想說這投資車要不要預判一下 他就馬上預判成功了 打這個最小距離 那就是世界冠軍的威力喔 好這邊還有細節可以講喔 有些 玩投資車的玩家 會把投資車故意點這個後方 可以打到箭塔 就可以打到這個撤退出來的村民 這邊槍兵稍微修一下 唉唷被換掉了一隻槍兵 還好這裡沒有補騎士 又被換掉了一隻村民 好 歪歪這邊補了更多的村民 往前想要壓制 HERA HERA這邊是3TC開農起來了 那在我們頻道裡面喔 常常說這個 哥德這個文明喔 最好不要搞 打什麼開搞公式喔 最好是走開農營律喔 會比較好 因為大部分職業玩家 也是這樣玩哥德 除非你是在團戰 遇到哥德外加 那你就只能打 裝甲步兵塔工喔 會比較適合喔 裝甲步兵塔工 配塔工工 會比較適合 哥德外加的部分 那平常的時候 哥德還是 一對一單挑 打這個營運流 會比較適合哥德人 畢竟所謂的折扣 是你要有錢喔 才可以享受到這個折扣的 你沒有錢的話 要去消費的話 是不能消費的 折扣自然就無法獲得 所以哥德人 比較適合經濟流 也是這個原因喔 那YO這邊是 開始要 插銀類 控制一下 哥德這邊經濟 這邊是順利控下來 好 銀類給的壓力很大 那銀類很便宜喔 而且他的血量2600滴血 是城堡的一半左右 好 可以開始 進攻了 這邊可以再插一根喔 可以連環銀類 那這邊插銀類的話 要特別小心 這裏有頭死車載的關係 先補一根 亮望塔 燒戰 後面繼續單TC 好 雖然現在村民樹稍微落後於哥德十二村 但至少現在 已經控制住了一個城鎮中心了 但這個城鎮中心還是要靠頭死車 去加速拆除喔 才會比較有感喔 不然慢慢修理 還是有可能會不會修理回來 好 哥德正面東服下了 重裝長槍變升級 頭死車一個預判 走啊 掉了兩隻肉馬 這個預判相當漂亮 Hera的頭死車還是秀得相當好看喔 OK 這邊再次戒掉落馬的問題 但是銀磊已經爭取到非常多的時間 這裡有機會蓋得好嗎 這個銀磊要是蓋起來的話很賺 頭死車先反擊回去 快修理頭死車 回頭打一把逼退 頭死車最後一換三 我的天 我剛剛想說 Hera即使被換也沒差 一換一 待會後面才回頭打一把 還是可以反擊回去 結果直接一換三 這下沒得手了 完了 Hera這邊 不好打 趕快挖石頭 再來補一根城堡 好 再繼續被身插進來喔 會受不了的 好 這邊轉出了生鋁 找想一下 唉唷 兩刀一隻生鋁 清騎兵還是很好用的 現在保加利亞只要出清騎兵 跟保加利亞騎兵喔 給到壓力還是非常足夠的 保加利亞騎兵這個單位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他會一直站起來 就是俗稱的這個喪屍騎兵 把他打倒了 之後他會變成步兵再站起來繼續打 喪屍騎兵是很難解的 這邊應該可以解掉 火車 欸 差兩下 哇 娃娃自己應該也嚇一跳 欸 怎麼還沒倒 被救了回來 結果硬敲 還敲不掉 好 那這邊槍兵 雖然打掉了保加利亞騎兵 但下來的保加利亞下馬板的 這個民兵 打掉這個重裝長槍兵的效果 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只出槍兵的話 是沒有辦法解乾淨保加利亞騎兵的 好 那哥哥如果要打保加利亞騎兵的話 可能叫他轉槍兵跟長劍兵喔 或是配一些火槍在後面喔 會比較適合 比較解的乾淨一點 好 這裡直接補一根 大根城堡 那銀雷還有15%就要蓋好 好 趕快蓋 YO這邊的銀雷應該是蓋起來了 那蓋好還有大概40% 兩隻生女沒有辦法 走 一直被逼退 差一下下 蓋好 哇 蓋好之後兩隻臭命全部死去 好 那現在變成銀雷可以對射 好 翻車寶對射 但血量上跟傷害防禦力喔 還是有點小小差距喔 喔 防禦力沒差 好 攻擊力有點差而已 好 但現在YO的攻擊力是10加2喔 比哥德爾這邊還多了一點 好 給了二級射 威力就不一樣了 好 這裡要轉衝車了嗎 是我的話會想要按衝車耶 還是 HERA這邊是 唉唷 所以按衝車沒錯 那這裡按衝車原因是因為城堡掩護住喔 這邊農田被控住 對他來說也是小小的打擊喔 好 左邊有洞 開始溜了進來 從這個洞進去進發 哥德爾家裡槍兵不夠多 這裡要趕快繼續補重裝長槍兵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農心出來 好 這裡收村 又再次放了出來 好 這裡抓到一村 好 衝車開始在解了 好 招牆到了一隻 好 加利亞騎兵 下麻煩繼續打 哇 打兩下又被後面的銀臉給射死 好 招牆兵戳掉了保加利亞騎兵 下麻煩有點強 攻擊力還是很高 還有12點傷害喔 好 這裡收一收 好 應該可以招到 唉 突然招到了 好 這個陰雲 93% 還有一個人在蓋 後面這個箭塔 能夠防止對方蓋起來嗎 歪歐這邊回頭兩隻村民 先修了 頭死車 銀蕾沒有優先去蓋起來 先保住頭死車的做法 哇 這個村民 會被收到嗎 喔 沒有 現在沒有黃金 現在修頭死車 修到一定頭破血流 好 招牆拉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到後面打 但長康兵一直在追 很煩 後面一隻保加利亞騎兵過來 直接硬尻村民把村民給尻死了 下麻煩的保加利亞騎兵順利收到頭車 這邊剩下5%的營餌還沒有蓋好 但後面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這一波牙制 HERA打得很小心了 但是YO這邊打得細節也不錯 一直有補一些新的村民過來 繼續搞事 OK 這邊又再次蓋好了 然後直接開挖 HERA的石頭 HERA這邊現在變得有點難打了 好 這裡有少量的保加利亞騎兵 直接擺給 3TC開出來 YO這邊進攻稍微放緩的腳步 開始轉3TC 農一下 那哥德爾這邊TC呢 還有3個 繼續3TC農 村民樹現在是領先大約20村左右 右邊補下了一根銀壘 這樣就可以射到這根城鎮中心了 哥德爾這邊可以趕快靠著買賣的森帝王時代 但黃金有點不太夠 黃金的部分已經快要消耗完畢了 引刀到中間來挖掘 黃金才可以 不然就要靠買賣了 這邊繼續用生鋁 把對方的保加利亞騎兵給逼走 好 YO這邊是賣了300木頭 換了185塊的黃金 哥德爾這邊是補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沖車現在是搭配的 重裝長槍兵 去跟沖車一起攻城 好 這裡本來想要挖房金 但是被抓包 竟然斷金斷的有點痛苦 好 槍兵繼續再追 回頭打一下 保加利亞騎兵撞到了重裝長槍兵 重裝長槍兵 最後解掉了一些騎馬版的 保加利亞騎兵 但是下馬版的保加利亞騎兵 打重裝長槍兵 效果實在太好 哇 這刀只剩下了兩個了 好 這根岩兵拿下之後 還有六個衝撤 可以繼續進攻嗎 好 下了一根城堡 哇 這個射的有點歪 好是要死囉 對 都會射死 哇 這邊 村民集結點好像沒有射好 村民怎麼在亂走人呢 好 這裡有六台衝車 大量的槍兵來防守一下 好 這一波很關鍵 衝車加上大量槍兵 後面還有一根城堡 可以啦 這邊用了全村的力量 拼死命 也要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好 加利亞騎兵第一時間攻擊的是衝車 衝車血量也是一種下掉 但最後還是有三隻衝車活了下來 順利推掉了鷹壘 先把我下巴尼這邊蓋起來 後面的聖女招搶一下 好 現在黑暗的說 軍力已經全部損失殆盡 只剩下最後一台衝車 這台衝車能活下來嗎 好像可以 好 趕快拉個一隻村民去修理一下衝車 好 加利亞騎兵又回來了 好 倫理解掉衝車 要把這邊趕快爆挖黃金 黃金歪一挖 待會就會有機會升到帝王時代 好 外奧的村民術現在還是稍微落後黑暗了 但剛剛那一波打起來稍微有接近一點點 外奧這邊石頭好像已經用完了 我們在找一個新的地方挖石頭 這裡要趕快再繼續挖 好 外奧加利亞騎兵還在這邊燒了 外奧加利亞騎兵真的好麻煩 但是現在HERA好像開始能爆出大量村民了 經濟也是 槍兵也是越暗越多 這邊繼續產出衝車 給YO這邊更大的壓力 讓他們不能安心的升帝王時代 這邊可能要繼續3TC開農 甚至要開下4TC才有可能追到HERA了 那如果這邊不繼續強攻的話 也不知道HERA到底會不會偷升帝王 那只要一升帝王就會很難打 哥德的帝王時代的優勢 跟保加利亞比起來是偏大一點點 那保加利亞騎兵 城堡時代就會點下馬盾 增加攻擊速度 帝王時代的優勢 並不像哥德這麼全面 畢竟保加利亞沒有火炮 遇到大量槍兵的話 只能轉重裝馬弓 不然就是攻城器、奴炮、投石車 不然就是血液步兵 去做成一個防守 那帝王時代的哥德人 用火箱可以反制血液步兵 所以兩邊都有打對方的方法 是支援多寡的問題而已 好 這邊順利拆除掉這個鷹類 用沖車去追投石車 有機會追到嗎 這裡戳掉了一些馬 黑爾拉這邊跟我們點下帝王時代 三級 這個手推車也點下了 YO後面博力跟城堡 防守一下銀蕾 順便點一下科技 再回地龍時代要點一下真兵技術 還有精銳保加利亞騎兵 都只能在城堡裡面研發 還有馬凳技術 好 YO這邊點下了護衛技術跟步兵鎧 稍微提升一下下馬板保加利亞騎兵 對上槍兵的防禦力 生存力提高 反擊槍兵也比較容易一些些 OK 好 YO這邊 這個採礦地是YO的 這邊石礦工是不是忘記補採礦地啦 他可能以為這個是自己的嗎 這個石礦工要跑到這邊來放石頭才行 有啦好像我沒有注意到 這邊地龍時代還有五秒鐘 但中間的銀蕾越差越多了 YO想要極力控住中間的黃金 大長兵也補下 左邊補下了更多銀蕾 這邊銀蕾進攻跟防守 沒有放棄 YO這邊把保加利亞特性打得非常優秀 好 軟甲技術也補下了 免費的雙手劍兵 要不是免費了 直接升級到雙手劍兵 保加利亞騎兵 他有這個雙手劍兵是很好用的 而且不用升級 保加利亞直接給 有點像是帝王時代的義大利的感覺 傭兵直接用 保加利亞的雙手劍兵也是 不用升級直接拿來用 然後砍對方槍兵來說 保加利亞的雙手劍兵 算是綽綽有餘了 喔 點下了金冠協議科技 近戰防衛力變成1加7了 但是點下三防變成2加7 一吋1加8才對喔 近防9 非常慘 9D的話哥德的槍兵是6加4 10點傷害 所以怎麼打保加利亞的雙手劍兵都是1滴 所以哥德一定要轉火槍 才能打得也雙手劍兵了 這邊稍微用生女稍微壓制回去 這邊沒有點神權震制喔 所有的生女都在CD了 好 這個炎雷應該有機會拿著掉 右邊城堡能夠守住嗎 好 吹了這次補下利己射 但沒有彈道學 現在城堡射雙手劍兵有點歪 好 但停下來了應該射得到了 好 這邊收掉剩下的雙手劍兵 好 這裡中拆除掉了前方的鷹類 我還要開始有點節節敗潰喔 好 火槍兰馬盾技術 然後電用時代的保加利亞人 打對上這種步兵大軍 後面還有火槍的情況喔 確實不太好解喔 但是這裡的共同點喔 就是火槍跟槍兵喔 都是很害怕投石車跟龍炮的 所以如果YFO這邊可以轉出一些工程器來的話 說不定有能夠逆轉的機會嗎 所以現在要轉出大量的保加利亞奇兵喔 黃金上次有點不太夠 現在抽名數來到了134村 哥德來到129 當然人口數來到了202 人口基本上是靠捷徑滿的 這裡抽掉了一台巨型投石機 第二台也能戳掉 但雙頭劍兵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槍兵 後方城堡中午要被拆掉了 四台巨型投石機 大功告成 最後一發 城堡殞落 好 哥德這邊也慢慢轉出了長劍兵 看來還是要打一個步兵大戰 好 但是家裡目前有少量的雙手劍兵在砍家裡 趕快拉火槍去尋防就好了 火槍打保加利亞使兵 跟雙手劍兵其實都還蠻有傷害的 炮倒著有點歪阿 好 火槍兵後面再補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在這根城堡雖然先蓋起來了 打好像就要被拆除了 火槍兵這邊轉出來是大洛馬 大洛馬現在也有馬燈技術的關係 所以現在打生旅跟火槍效率應該是不錯的 好 現在這邊有更多的長手劍兵去想要阻止 黑拉這邊挖黃金 那怕黑拉這邊已經是非常多的村民嗎? 怎麼會拉村民直接到前線呢? 直接被砍爆 好 黑拉這邊全線進攻 好 拉過來 砍了一些村民 好 哥德德這邊補下了專瓦 莎莉亞點下了三級射 彈到雪 看起來哥德爾越來越打 越來越打出去了喔 而且步兵單位一直慢慢在鏟出來 雖然經濟來說很慘喔 就只有九十一村而已 但是現在軍事單位已經來到了 五十三隻的火槍 加上五十三隻的槍兵 最大軍隊人口居然破百人啊 好 這邊槍兵一直防戳 都掉了一些肉碼 好 這裡哥德開始進攻 YO這邊還能逆轉回來嗎 只靠大肉碼有點困難喔 好 這裡軍人口居慢慢推 先阻止YO這邊挖黃金就行了 這一組邊又補了一些軍營 蛋肥抓包了 HERA這邊的火箱開始慢慢推進 四台軍人口居架起來只差一刀 可惜了 右邊挖村民的伐木工 挖木頭的伐木工直接被抓掉 這邊開始反打回去 散到一些村民 好 YO看來對於這些火箱是解不太乾淨的 也沒有轉戰矛 其實YO這邊轉戰矛的話是可以打火槍跟槍兵的 但可能是不太想轉 他這邊步兵弓箱也只有二級防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還是可以轉戰矛兵的 你不轉戰矛也沒有轉銀炮 就有點難打囉 好 洛馬去入侵 這邊開始有兵派進來了 現在HERA家裡也是一片狼藉 有帶種田的農民也不多 但是進攻並沒有停止 好 這裡變成一個口字型的火槍 再暗示YO口 嗯嗯 媽 好 那這邊槍兵往上 戳掉這些肉麻 再來有雙手劍兵 雙手劍兵開始武雙爆砍槍兵 太慘了 這些槍兵打這個打到頭破血了 YO這時候打出了聚聚 YO前面打得非常的軍事啊 但是後期居然被HERA夾起來 怒轉音波火槍加上槍兵 然後後面轉火炮巨頭 就收掉了YO這邊的配兵啊 YO這邊配兵其實轉大洛馬沒什麼問題 但正面的話還是需要點戰矛兵來扛 會比較好 那YO不轉戰矛也有可能是顧慮到 哥德隨時可以轉出哥德衛隊反制戰矛兵 但不管怎麼說這個情況 轉戰矛兵加洛馬可能是不錯的 洛馬可以稍微擋一下哥德衛隊 再加一些雙手劍兵 還是擋哥德衛隊不錯用的單位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YO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HERA這邊只輸了一點點的資源而已 其實兩邊資源量差不多 而且YO有4勝物喔 軍事方面拿到1.09的KD 掏金場的這張地圖 最終還是誰證據的中間 誰的勝率就越高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